中正公園快遞人 嫌犯情緒激動多次想攻擊園警 由於公園不到一百公尺處 就是篩檢站 附近人潮很多 目擊的民眾都嚇到了 園警遭刺後 造成左胸1.5公分的傷口 不過警方還是持警棍和辣椒水 成功壓制嫌犯 最後這名持刀商人的嫌犯 被依殺人未遂 妨害公務罪移送偵辦 至於攻擊老人的原因 還有待調查釐清 記得劉志展葉宇娜桃園報導 等等幫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就是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跟病毒作用之後會再還原抽水 溫和不刺激也不會傷害肌膚 所以母親節要到了 還想不到到底要買什麼的話 趕快到快點GO 記得輸入折扣代碼 CTI717幫你把好康帶回家